哈嘍小伙伴们欢迎来到我的菜鸡小技巧第三期 上期前咱们录完之后发言小伙伴们说这个方法它不行不行啊 这一期我们教你来换一种方法怎么白嫖物资 那个第一步啊 雅雅大姐你能给我点礼物吗 你能送我点物资吗 你能给我点物资吗你 看看我们这次又获得了四个土块不仅没有费猩猩而且还获得了对方友谊的跪拜 能再给我点礼物吗 雅雅大姐 看见没有又获得了小麦三个小麦种子 不能啊 只有这个时候大家伙该怎么办呢 我们换一个人 路飞大哥能给我点东西吗路飞大哥 路飞大哥能给我点东西吗路飞大哥 哎 看见没有 我们又获得了十五个 眼十块 路飞大哥还能给我点东西吗路飞大哥 你看没有没有发现 现在雅雅已经学会了我们这个小技巧啊 已经学会了白嫖的技巧 你看看我们又获得了二十六个啊 此时此刻尊严在我们眼里是丝毫不值钱的 而现在拿到物资才是王道 所以说我们只要不肯定磕头 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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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会获得物资 还能给吗路飞大哥 还能给点吗路飞大哥 哎 看见他手中果汁了吗 路飞大哥能把果汁给我吗路飞大哥 路飞大哥把你的果汁给我尝尝呗 好吧 啊路飞看了 啊原来是我的背包满了 那我们扔出点没有的东西啊 来路飞大哥这回再给我点来 哎呀我不要这玩这我刚扔出去 哦可以看得出来 路飞大哥又给我了个气泡果冻 我们把它喝掉 看看 我们从此就又走向人形巅峰啊 没有物资不用怕 学会学长的招数 我们即将走上人形巅峰 变成 喳喳 好的小伙伴我们下期再见 这期视频就到这 别忘了点关注拜拜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